空气品质一直都是高雄人所关注的议题 虽然市府积极改善 但往往却无法达到环团的期待 而在工业区更是经常性发生爆炸意外 这对空气品质更是严重的危害 对此环团与议员都提出建言 希望能够逐步油画 经济部在喊工业转型 企业转型 经济转型的时候 可是高雄的重工业依然是存在的 因为这些高耗能高排放的产业 都是空污的来源 特别我们的高雄有排放大户 都是在高雄 第一名第二名好多都是在高雄 那这家家种种的话 你没有转型没有改变没有降丁的话 永远都是这个话题 永远都是在走街头 永远都是在那边喊 没有用的 很多的业者他都是以经济来挂帅 以产能来挂帅 你就是这样拖一天算一天 这样会变成我们这个固定污染源的 周界的这个居民会有这样的一个期待 说加盐或者是改善的一个期盼 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对于工业厂区除了要加盐 加速调整约束之外 李顺金议员也提到 希望业者能够自律 共同为空气品质来把关 那针对我们自己高雄市的产生的污染物里面 那环保局这边针对固定污染源的部分 我们就是加强许可查核 以及设备原件的检测 来要求这些工厂来落实一个 污染防止设备的一个正常运作 在环团跟议员的部分 那也很信任他们 给我们很多的指教 以及一些建议 那这个部分 当然环保局承受这么多的一个期望 我们也希望说 这些可以化为策动我们前进的一个动力 不管是地区扩散不良 亦或是地区污染问题 高雄市政府环保局也回应 将会做多方的管控 稽查以及应变 持续来为民众的空气品质 把关维护 记者潘志光潘文玉高雄报道